自從何索踢爆你說謊, 不會輕功 你說誰說謊? 這集有傳聞說你縮沙 不出席電視台的籌款萬會 還因為這樣 令新輕功的投資者現在有所猶疑 你覺得這樣算不算是類似全家? 你怎麼這麼說? 有看直播的網民說你沽名釣魚 貪生怕死, 還說你是廢佬 這些事我不回應了 人家想怎麼說就怎麼說, 謝謝 謝謝 別管他們 這裡還有人說 苗苗是當年陪飯局的紙組 你說什麼? 他打開了當年陪老闆飯局的潮流 別侮辱我老婆 我老婆沒去過飯局, 別胡說 人家說你沒料理才要推老闆出去陪飯局 你說什麼?信不信我丙你? 籌款萬會的節目, 我就證明給大家看 神經病, 走吧 你進來吧, 才會跌倒 其實阿索說的話也無法解決 我真的不懂輕功 那當年片場火災你又沒事? 阿索, 你還在這麼高跳下來? 其實認識輕功那個是妙妙, 不是我 媽不認識輕功? 認識什麼功都沒用 有病也一樣要再見 我爸爸… 這是你媽的秘密, 不可以說出去 可能當年他看見我奮不顧身地救他 他想借你一跳, 讓更多人認識我 不用讓我一輩子做武士 不過到最後我還是轉了學 我曾經說過想學習的 不過學習什麼都要練習 說練…這樣就說到現在 這樣站在一起真的很相似 不相似也很相似 那輕功算不算是你第一出 做替身的電影嗎? 不是, 之前做替身 可能是一兩個動作搞定的 輕功是連續拍得久的 有十場戲裡面, 整六場都要打 所以我差點當自己是女主角 說笑… 你當年年輕, 樣子又標誌, 身手又好 會不會很生氣, 人們叫老太 或者覺得自己在欠你嗎? 這個問題我也問了自己很多年 差點運氣吧 那你信不信這個世界有輕功? 作為一個屬於身手的人 在片場上也看過很多奇人怪事 但是我還沒真的見識過輕功 寶寶, 姑媽不開心 你回顧她吧, 好嗎? DNA報告出來了 什麼報告? 寶寶的DNA報告出來了 什麼? 你們說說而已, 你真的跑去車? 我只是想知道真相而已 寶寶, 這些東西不適合你聽的 來, 聽歌吧 Chloe這麼壞 我只是不想阿楓幫人養兒而已 阿楓是寶寶爸爸 他也不理你, 為什麼你要搞這麼多事? 阿楓幫人單純嘛 我擔心他會被人利用 為什麼不可以? 他有考慮過就算寶寶不是他親生的 他也想全心全意養大他呢? 不是所有事都要用利害關來思考的 好, 結果不吻合了 那你是還給Chloe 還是送他去孤兒院? 我還沒看 那你驗得就如早去看的了 知道 你怎麼知道?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 寶寶可以成為紅家的人 都是在做緣份呢? 這份報告還要幾千元 這麼貴?幾千元? 可以買幾箱奶粉 死婆娘, 這麼浪費 你知道阿楓賺錢很辛苦嗎? 那現在還看不看? 看不看? 這些東西當然不要看了 你千萬不要讓你家裡兩個人眼睛看得到 我回收他 知道了, 對不起 你別再這樣看著我了 幫我還沒換鳥片的? 笑一點點, 還在笑嗎? 我告訴你, 你別做二五仔 不准我告訴你老爸和我老爸, 知道嗎? 洪雨昇 雨昇, 名字夠響亮, 好 我喜歡, 三三萬萬, 我喜歡 之前你們兩之弟, 翼南翼峰 是要借風借力才能飛得起 這次直接給他一對翼峰 他飛得多高, 就看自己了 姐姐, 你覺得呢? 不錯, 說少一點就有佛鈔 你可否不要一想一想佛鈔? 可能他很聰明、很乖 你看看他, 現在這麼小的小人 crazy, 已經朝朝夕夕夕夕夕夕夕的 第一, 還要有無有益 我現在不想要怎樣照顧他 第一, 再把我發怒 看著照片 瘋狂屈 竟然有一些不太努力的感覺 別這麼誇張 對了, 我還沒感謝你幫我推了這個節目 監製跟我說 你用大馬公司的名義捐了些錢 然後又叫天哥唱歌, 頂了我的位子 一個我這麼喜歡出風頭 一個就收收萬萬 好吧, 一家便宜兩家就 告訴你, 我弄了一個鼻子 因為那時候我想自己更像淺淺淺 其實也不需要, 你自己也很好 淺淺只需要說幾句對白 有幾句眼淚, 那就名勝利就 其實有些事, 我比她辛苦 比她更長, 甚至有些場後 我連鏡頭也比她更多 但是我連宿舍也分不上 我試過的 有一次我想向導演跟她說 我也會哭的 我每天都回到家裡都無法哭 我知道你很努力 其實你不是為了做妹妹的體身而存在 我也做過這行業 我相信運, 但我不相信命 你今時今日有的事, 你的製作公司 你懂得跟別人談生意 跟傳媒溝通, 安排宣傳 這些全部都是你何所能力和才華 這些事面對一輩子都做不到 可惜你的能力 可能在你心目中, 就是旁邊左道 也不是, 可能有時候有些事 你想拼了一點而已 但也不能否斷你自己的能力 無論如何都好 幫了這麼多人心裡的事 搞得出來舒服多多 我知道當年在妙妙背後付出了很多 我和妙妙都很清楚 她的成就, 其實是你有份打回來的 很感謝你 播出了很多 behold 可以合了很多事 我以為了想要看起床 我不能聽他 不可以在乎, 滿室的 你這個表演 你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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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何 你會選擇 你會選擇 我選擇 你選擇 你選擇 你说的我有感觉